6月9日杜琪峰正在拍摄的最新烧脑警匪片三人行首度开放媒体探班 三位全新搭档的主人公古天乐、赵薇、钟翰良也首次集体亮相 这是赵薇从夜生涯中首次扮演女医生 而且还是一个技术含量超高的脑外科医生 为了这部戏 导演杜琪峰在广州攀鱼搭建了一座两层楼的医院 里面手术室、CT室病床一应俱全 而前不久 孙海英炮轰赵薇、黄晓明在好莱坞的中国大剧院留下首印 称此举是把中国同行当傻瓜 在三人行的探班现场 媒体问及此事 赵薇十分淡定地首度回应 解释留印仪式的各种细节真相 其实我觉得她是因为不太了解真实的情况 其实我一般也不太愿意去说这些东西 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常识 还是需要让大家知道 就中国大剧院跟中国没关系这样的 然后人家一九二几年、二十零年就有的 我们按首印的那一天正好是她八十八岁的生日 然后她是在星光大道上 其实孙老师所有质疑的东西 其实猜猜都是真的 确实是只有一百多人留首印了 然后我是其中一个 然后也不会放在仓库里面 肯定是留在那里 我觉得以后有中国或者内地游客去拍拍照什么的 他们也应该挺高兴自己国家的演员 能够在这里有一个合影的地方 当然了我们有一个剧组 横冲直撞好莱坞剧组 有个五个人按的那个首印 那个是给我们剧组做纪念的 不会放在大剧院门口的地上 所以就但是没有人去解释这些细节吧 这样的 活动现场媒体问及赵薇 是否要为黄晓明和安吉拉卑鄙的婚事操心 她就回应称 这应该是这对新人们自己的事 她不便过多参与 而再次被问到炒股的话题 赵薇的反应就显得相当谨慎 算了 那他们自己的事了 我就不参加了 今天还有请续要工作 谢谢大家 今天就是昨天的新闻 就是说看到 就是说好像一天 咱们就是股市 哎呀不要跟我聊这个了 不太懂不太懂 好不要聊这个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北京报道